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指出 这几年由于美方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受全面冲击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中方对此明确反对 中美两国建交四十多年来积累的重要经验就是 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中美两国元首在两次同化中达成的重要共识是 双方要重启对话避免对抗 希望美方切实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 同中方一道加强对话沟通 深化互利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为下阶段的交往做好政治准备 提供必要条件 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